天高海阔 张修杰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修杰主持的天高海阔 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 今天我们天高海阔讲新闻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川普的言论 川普作为美国前总统 在离开总统的位置之后 其实沉寂了大概一两个月 最近有很多言论 那么在这个礼拜一 川普突然间又在这个社交媒体上 没头没脑了讲一句话 他说从今天开始 2020总统大选的结果就是一个谎言 我们知道川普对2020总统大选的结果 一直是持一个否定的态度 认为他的胜利的选举结果被窃取了 那么其实这个话题 我们过去讲过很多 作为节目主持人修杰 对这个2020总统大选 到底这个结果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 这个话题其实我已经很不耐烦了 这个结果的不同的看法 个人有个人的角度 那么谁也说服不了谁 到现在为止 很多人认为2020总统大选的结果 是真实的是合法的 还有一些人认为 2020总统大选的结果 就是没有可信度 那么所以谁也说服不了谁 那么现在川普又把这个话题提出来 大家可能会觉得 你真是到底还有完没完 但是我们要问的是 川普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突然又没头没脑的 又把这个2020总统大选的结果 又拿出来讲一遍呢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令到川普有这个底气 再次讨论这个话题呢 而川普为什么讲到这个 2020总统大选的结果的时候 只讲了一句话 就是一个大谎言 但是为什么说这个大谎言 而这个说这个大谎言的理据是什么 川普完全没有交代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聊聊 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聊原因之前呢 我们先说川普讲了这番话之后 民主党没有什么反应 民主党人已经习惯了 川普不提这个2020总统大选的结果 哪一天都不舒服 那么但是呢 共和党内却引起了争论 那么首先是共和党里边两块烂泥 一个是众议院的这个众议员切尼 还有一个是参议院的共和党的参议员罗姆尼 共和党内这两块烂泥啊 都是川普的这个政治对立面 在民主党人发动对川普的第二次弹劾的时候啊 共和党内这两块烂泥都投了赞成票 那么现在川普又说2020总统大选的结果是一个大谎言 切尼马上就跳出来了 切尼说2020总统大选的结果没有被窃取 川普这个说法是民主血液里边的毒药 那么切尼讲完这句话之后呢 罗姆尼也马上站出来支持他 罗姆尼说啊 切尼是一个有良知的美国国会的众议员 是一个有良知的共和党人 切尼是一个拒绝说谎的共和党人 共和党国会议员当中的这两块烂泥啊 发表言论之后马上就引起了国会当中的共和党人的反弹 共和党在众议院的领袖麦卡锡 批评切尼不应该用这种语言来攻击川普 其实啊 我们知道在2月份 因为切尼在共和党的议员当中 在众议院弹劾川普的投票当中啊 投下了赞成票 当时在国会众议院里边的共和党议员啊 就准备罢免他共和党领袖的职务 我们刚讲了 切尼现在在共和党的国会众议员的当中啊 他排名第三位算是共和党的党团领袖 所以当时就有共和党人发起要罢免他党团领袖的职务 但是当时麦卡锡没有支持这个罢免的行动 所以令到切尼过关了 切尼过关之后呢 觉得自己在共和党里边的影响力 足以令他跟川普的支持势力抗衡 所以现在切尼又站出来讲话 但是这次啊 麦卡锡再也不支持他了 麦卡锡说啊 共和党要赢得2022的中期选举 必须要团结 在今年二月份有国会的共和党人准备罢免切尼的时候 麦卡锡就警告过切尼 今后不要再发表攻击川普的言论 但是现在切尼很明显 在川普讲这个大选结果被盗窃之后啊 切尼又马上攻击川普 所以令到麦卡锡对他十分不满 麦卡锡说 我听到了党内很多声音 认为切尼没有能力领导这个众议院里面的共和党人 所以外界理解麦卡锡的言下之意啊 就是说如果切尼再这样屡教不改的话 他在共和党内的位置就很难保得住了 其实切尼在第二次弹劾川普当中投下赞成票 川普就一直鼓动在2022的中期选举当中啊 把切尼换下来 切尼是来自威俄明州的共和党人 他在这个州啊有传统的政治势力 刚才我们讲了 他的父亲就当过美国的副总统 那么川普能不能用他的这个支持者的势力 在威俄明州在2022中期选举当中把切尼换下来呢 那么现在外界的估计啊 川普要达到这个目的恐怕很难 我们知道在美国有很多政治世家 这些政治世家在当地啊有相当大的支持度 所以川普在共和党内跟这个切尼的斗争 到底是川普胜呢还是切尼胜呢 我们还要到2022的中期选举才能看得到 其实罗姆尼也一样 我们知道罗姆尼是来自犹他州的共和党人 犹他州是美国摩门教的大本营 罗姆尼在摩门教教徒当中啊 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但是现在在共和党内反对他的声音也很强烈 在前个礼拜在犹他州就举行了共和党人大会 在这个大会上啊 罗姆尼发表演讲的时候台下就虚声不断 掌声也不断 当时参加共和党大会的会员 对待罗姆尼的态度啊 就形成了两级 有人给他鼓掌 有人他一讲话就发表了虚声 罗姆尼对这个虚声啊 应该是觉得很受伤 他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虚我 可能你很讨厌我 其实你应该知道 我的父亲跟我都曾经是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我永远是共和党人 罗姆尼似乎想告诉这些反对者说 他其实是一个坚定的共和党人 反而川普不是共和党人 所以他跟川普在政治理议上的不一样的 但是有川普的支持者在这个网上啊 就直接呛罗姆尼 说你们两父子都是共和党失败的总统候选人 确实是罗姆尼的父亲跟他都代表共和党 参加过总统竞选 但是两个人都败的很惨 那么所以呢 现在有关这个2020总统大选的结果 不但是引发了川普不断的抱怨 还引发了共和党内的内斗 那么到底川普因为什么突然没头没脑的 讲了一句2020的总统大选是个大谎言呢 我们看最近在亚利桑那州啊 其实悄悄的发生了一个大新闻 这就是亚利桑那州准备对2020总统大选当中 全州的所有选票 每一张选票进行这个核查 这是一个大动作 过去媒体基本上没有什么报道过 因为亚利桑那州在上个礼拜五 刚刚完成了对当中最重要一个线 马里科帕线的这个点票机的数据的采集 我们知道在2020总统大选当中 亚利桑那州也是一个有争议的州 亚利桑那州在这个大选当中 有没有存在一些舞弊的行为 当时啊也是闹得沸沸扬扬 特别是关于这个点票机 到底有没有存在问题 那么现在呢 亚利桑那州已经决定 对2020年的总统大选当中的 200多万张选票 进行全面的法务审核 就是每一张票都要审核 当中首先就要采集这个点票机的相关数据 然后再对每一张票进行审核 那么我们想礼拜五亚利桑那州 采集完数据 对所有的选票每一张 进行了一个实际的审核 川普是不是在这里得到了某种信息 所以川普跳出来说 2020的总统大选是一个谎言呢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我觉得最有可能 令到川普有底气讲这句话的 应该就是亚利桑那州 准备对每一张选票进行审核 那么谁来领导这个选票的这个审核呢 他是一位共和党人 也是亚利桑那州的前州务卿贝内特 贝内特负责 这是对2020总统大选当中 亚利桑那州两百多万张选票 进行全面的审核 这是不是说明共和党人操纵了这次审核 审核的结果会对川普有利呢 可能未必 在这个亚利桑那州说 准备进行全面审核的时候 发生了很多诡异的事情 我觉得这些事情表面上看起来很正常 但是这里边可能会有很多玄机 比如说在这个审核委员会当中 有一位审核助理 这位审核助理叫布拉基 布拉基在他的亚利桑那州审核选票的官方网站 发表了一个视频 在这个视频当中 布拉基讲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 布拉基是这么说的 他说我是一个终身的进步民主党人 大家以前称我们为自由主义者 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了 民主党有很多派系 那么通常我们叫建制派 温和派是占了最大的多数 那么还有一些比较左倾的 被称之为进步的民主党人 或者激进的左翼 那么布拉基首先说 我是民主党人并且我在民主党当中 算是属于偏左的一部分 他说我最初来自缅因州 而我目前正在亚利桑那州工作 我为这里的人们工作 因为这里的人们需要知道 选举到底是真是假的 而这个审计工作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让大家了解真相 那么布拉基这番话之外 那个亚利桑那州的审计工作当中 还有什么人发表言论呢 我们休息一下 继续跟大家讲新闻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今天我们聊的是 川普为什么在礼拜一的时候 在社交媒体上 没头没脑的突然讲一句说 从今天开始 2020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 就是一个大谎言 那么到底在美国发生了什么事情 令到川普又有底气 提这个2020大选的舞弊呢 毕竟现在拜登上台已经100天了 大部分的美国民众对这个话题 已经不感兴趣了 川普之所以重提这个话题 我个人认为很可能跟亚利桑那州 对2020总统大选当中的 200多万张选票 进行全面的法务核查 有密切的关系 上一节我们讲了 在亚利桑那州进行审核过程当中 除了有共和党的前州务卿 作为审核的负责人之外 那么还有民主党的所谓进步派 也参加到审核里面 布拉基就是当中的一个代表 那么除了这个民主党的进步派 在这个审核委员会里面之外 那么在这个 马里科帕县的自由党的主席 斯雷顿也在这个官方的视频当中 他说我希望公众通过这里的视频 能够认识到 这不仅仅是一场共和党领导的审计 实际上这里有自由党的人士参加 也有民主党的人士参加 那么我们必须向这个选举的失败者 证明这个选举结果是真实的 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们看这个审计委员会里面 既有共和党的前州务卿 也有民主党的这个进步人士 还有美国自由党的某个县的这个主席 那么这个审计机构 从一开始就想告诉民众 这个审计机构里边的组成是多党派的 并不是共和党主导了一次对2020选票的这个审核 那么接下来这个审核呢 将会针对每一张选票都要进行核查 那么这个核查的工作量非常大 据说现在审核机构已经每天24小时的工作 每天分三班来对这个200多万张选票进行审核 如果以这个速度的话 秀杰克人认为可能会在一个月之内 这个审核结果就会出来了 那么审核结果到底如何呢 他跟川普所说的2020选举是个大谎言 有没有关系呢 我想这一点呢很值得我们关注 而这个审核委员会的负责人贝内特他说啊 为了保证这个数据的安全跟准确 他们现在不会及时的更新这个审核的结果 会等这个审核结果出来之后 再一并再公布 那么好了问题来了 如果川普说这个2020总统大选的结果是个大谎言 他又跟这个亚利桑那州对选票的全面审核有关的话 这个全面审核到底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我们知道这个选票审核无非有两个结果 一个就是亚利桑那州2020总统大选的投票是真实的 里面虽然有一些这个舞弊行为 但是不注意影响选举的结果 那么另外一个审核结果呢 很可能就是亚利桑那州在2020总统大选当中 确实发生了大面积的舞弊行为 影响了这个州总统大选的结果 那么所以呢 这个选举的结果要被推翻 到底亚利桑那州的审核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 其实我个人觉得亚利桑那州的审核结束之后 我认为不会出现说这个州在2020总统大选当中 确实有大规模的舞弊 乃至导致了总统选举结果出现了错误 这样的结论 如果这个结论出现的话 对美国政治的冲击实在是冲击力太大了 我想除了川普愿意看到这个结果之外 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 无论是这个联邦还是亚利桑那州的官员 都不愿意看到这个结果 因为这个结果对美国民主选举制度的打击 确实是太沉重了 所以亚利桑那州对选票审核的结果 表面上看好像是非常大规模 非常仔细 但是我个人认为 这个审核的结果最终跟目前的主流的结论 应该没有太大的差异 那么这个结论就是2020总统大选 确实有一些舞弊行为 但是这些舞弊行为是零星的 并不是有组织的 更加跟民主党没有关系 那么这些零星的舞弊 对总统大选的结果没有任何影响 那么可能大家问了 既然如果是已经知道会出现这个结果的话 亚利桑那州为什么还要这样大面积的 对选票进行核查呢 我想这里面有两个政治目的 一个政治目的呢 就是要证明在2020总统大选当中 确实存在着舞弊 川普对大选结果被盗窃这个指控啊 并不是空穴来风 只不过川普的指控 有点偏激 有点夸大了 那么既然这个大选舞弊 不是空穴来风 只不过是川普比较偏激 比较夸大 接下来将会产生一个什么样政治后果呢 就是亚利桑那州 要对他的选举法律进行修改 其实啊 现在亚利桑那州 已经推出了一些有关选举法的修改的法案 之前我们讲过了 这个乔治亚州啊 还有这个佛罗里达州啊 都已经通过了相关选举法的修改 而这个选举法的修改啊 就是针对所谓的通讯投票 那么而亚利桑那州呢 共和党人也推出了很多法案 不过这个法案在亚利桑那州的 州的参众两要通过 还有相当大的阻力 所以这次在亚利桑那州 对这个选票的这个重新审核 会给这个修改选举法 带来一个正面的推动力 其实亚利桑那州 现在已经通过了一个叫 SB1003的这个提案 这个提案啊 已经准备送到州长办公室去签署了 那么这个提案内容是什么呢 它同样是修改这个通讯投票相关的规定 只不过这个修改啊 面比较窄 它不像佛罗里达州跟乔治亚州 修改的这个范围比较大 现在亚利桑那州通过了这个法案呢 规定如果你在这个通讯投票当中 要修改你的签名的话 必须要在投票的当天7点钟以前完成 那么现在亚利桑那州的法律是什么呢 如果没有这个法案的通过 我不知道亚利桑那州有关通讯投票 这个签名的这个法案当中的内容啊 居然是这么荒唐 现在亚利桑啊州通讯投票的这个签名 有关修改的这个时间啊 是在你投票之后的5天之内 你都可以修改 我们知道选总统投票当天投下去之后 当天晚上就开始计票了 那么第二天可能就会有选举结果出来了 如果5天之后 我才说啊 那个签名可能跟我的签名不对 我要修改 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话 难道不是对选举结果的真实性 会产生一个负面的影响呢 毕竟总统选举结果出来之后 你才去申请说要修改自己的签名 所以啊 现在亚利桑那州通过了 第一个对选举法的修改 第一个针对这个通讯投票的 这个法律的修改呢 就是你如果要修改签名的话 必须在当天投票当天的晚上7点钟 那么现在对这个亚利桑那州 2020总统大选的所有选票 进行每一张核查的话 那么我相信就是为亚利桑那州 今后修改选举相关的法律 提供一个基础 如此而已 并不会真如川普所说的 找到证据证明2020总统的大选结果 就是一个谎言 那么亚利桑那州 对选票的审核结果一句话 我觉得川普很可能会感到失望 川普如果对亚利桑那州 选票审核结果失望的话 共和党人在德州并不失望 因为最近共和党在德州的 这个州众议员的补选当中啊 获得了胜利 2020大选过去这么久 为什么现在德州 还要进行国会众议员的补选呢 这是因为原来已经当选的 共和党的众议员罗恩赖特呢 在当选之后啊 因为感染上新冠肺炎去世了 所以德州控出来这个席位呢 要进行补选 这次补选啊 十分热闹 共和党跟民主党都派出了 十个以上的政治人物参选 那么再加上其他党派啊 总共有23个人来竞争 这个国会众议员的席位 我们知道国会众议员的席位 在某个选区啊 其实他的选民并不多 这么少的选民情况下 居然有23个政治人物参加 由此可见啊 在德州共和党跟民主党的竞争 已经激烈到什么程度 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那个德州不是共和党的传统势力吗 为什么共和党跟民主党 在德州会有这个这么激烈的竞争呢 其实啊 民主党一直想攻陷 被称之为共和党大本营的德州 那么民主党凭什么可以攻陷 这个共和党的大州呢 很多民主党人认为啊 因为最近加州的这个生存的环境 包括这个经商的环境 已经越来越严苛了 所以大量的加州企业搬到了德州 比如说我们熟知的特斯拉 Toyota还有这个Intel啊 这些公司都搬到了德州 那么大量的这种大公司搬到德州呢 会带走原来住在加州的 很多公司管理人员跟员工 很多人啊 因为这个不舍得放弃这份工作 都跟着公司迁到了德州 那么而在加州的 很多高科技企业的这些员工 或者管理人员呢 他们的政治立场都倾向于民主党 所以这些人到了德州之后呢 会改变这里的选民结构 所以民主党以为 他们可以通过这些人迁到德州 改变这里的态势 那么这次德州第六选区的 这个众议员议席的补选 民主党人看到了胜利的希望吗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上一节我们讲亚利桑那州 现在全面重新审核选票 那么这个审核结果 会不会让川普感到满意呢 我个人认为啊 可能性并不大 如果亚利桑那州审核选票的结论是2020总统大选 出现了大面积的舞弊 那么直接影响了亚利桑那州选总统的结果的话 那么这对美国的政治冲击啊 太大了 所以我认为亚利桑那州现在全面审核选票 表面上看起来很大阵仗 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有很多疑点 但是最终的结果肯定是经过审核大选当中 确实有舞弊 不过是零星的 无组织的对大选结果 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而这个结论呢 也可以让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人得以在本周 推一些修改选举法的一些法律 那么这就令到共和党人啊 觉得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 因为修改这些法律之后呢 2022年就可以避免一些在选举当中的舞弊的行为 那么这是共和党人想达到的目的 所以这一点呢 川普可能会觉得失望了 因为不能证明2020总统大选的结果被盗窃了 他本来是胜利者 那么在这个亚利桑亚州 川普很可能会失望 但是在德州呢 共和党人并没有失望 因为在德州啊 仅行了第六选区的这个众议院议席的补选 因为原来的共和党的众议员 罗恩赖特呢 患上了新冠肺炎去世了 这是补选啊 在这个选区当中 其实选民并不多 只有十几万人口 但是呢 共和党民主党都派出了超过十位以上的这个政治人物参选 那么再加上其他的党派政治人物 总共有23位候选人参加这个选区众议院议席的这个补选 最终呢 共和党人现在肯定赢得了胜利 为什么现在共和党人肯定赢得胜利呢 因为在这个选举当中啊 两位共和党人在选举的这个点票结果出来之后 他们排名第一名跟第二名 得票最多的民主党人桑切斯只排在第三名 那么根据德州的法律 在这个众议员选举当中 如果第一轮没有任何一个政治人物的选票 超过50%的话 那么第一名跟第二名再要进行一次绝选 那么所以啊 民主党人桑切斯就没有机会参加这次绝选呢 本来民主党对这次德州的选举啊 还是抱有一定的希望的 我们刚讲了 因为有大量的加州的大企业迁到了这个德州 表面上这是因为加州的这个经商环境 越来越不友善 所以很多大企业迁走了 这对加州是一个打击 但是民主党人认为啊 这很可能会给他们带来好处 因为这些大企业迁到德州之后 这些企业的很多员工啊 或者高级管理人员呢 都会跟随企业迁到那里 而这些人呢 在加州是民主党的支持者 所以未来这些人到了德州之后 很可能会改变这里的选民结构 但是从这次德州第六选区的众议员补选 我们看到了什么样的结果呢 我们刚讲了 有二十几位政治人物参加这个补选 而当中啊 民主党跟共和党都超过了十位候选人 那么但是他们这些候选人的总选票加起来 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根据后来统计啊 共和党的所有候选人加起来 拿到了百分之六十二以上的选票 而民主党的候选人呢 只拿到了百分之三十七 换句话来说 其他党派的政治候选人啊 只拿到这个选票总量的百分之二 所以共和党在德州啊 恐怕还是有比较大的优势 民主党想改变这里的选民结构 还要经历一个非常长的时间 以及民主党还要进行他们的努力 让选民相信他们 民主党的候选人桑切斯 在这个选举结果出来之后啊 除了表示失望之外 他也说民主党要在这里 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 才有可能改变这里的政治版图 民主党除了派出候选人 在共和党的这个红州 进行竞选之外 民主党要想打败共和党 还有其他的方式 就是利用他们手中的行政权力 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 来打击政治对手啊 我们在过去的美国历史当中 看到民主党人 往往比较喜欢用这一招 最近就发生了一个新闻 这个新闻 在前几天有很多听众朋友 在留言当中问起过 只不过一直没涉及到这个主题 休节没有讲 这个新闻是什么呢 就是川普的前市任律师朱利安尼的住宅 被联邦调查局搜查了 这个新闻在当天 也是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 因为联邦调查局 是以突袭的方式 搜查了朱利安尼的住宅 带走了朱利安尼的一些通讯工具 那么这个新闻说明什么呢 为什么联邦调查局 要在这个时候调查朱利安尼呢 首先我们说 联邦调查局 现在能够公开的资料 告诉我们说 他们调查朱利安尼的什么罪行呢 根据一些媒体的报道 现在联邦调查局调查朱利安尼的 这个主要的这个犯罪嫌疑 是跟乌克兰有关的 跟乌克兰什么事情有关呢 据说是在川普当总统的时候 炒掉了美国驻乌克兰的这个代理大使 伊凡多维奇 这个事情其实在第二次弹劾川普的时候 伊凡多维奇作为证人 曾经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作证 那么这个伊凡多维奇说 他说他在乌克兰的表现是很优秀的 只不过呢 川普对他不满意 他没有在乌克兰帮助川普 做一些川普想做的事情 所以呢 朱利安尼受川普之命 到乌克兰去照他的谣 给他的形象啊 增加了很多负面的因素 令到川普把他炒掉了 一句话就是朱利安尼的游说 令到川普炒掉了这个伊凡多维奇 而川普炒掉伊凡多维奇的主要原因呢 是因为他没有帮川普办私事 没有帮川普办什么私事呢 就是没有让这个乌克兰政府帮助川普 来指控拜登父子的贪腐 在这个美国总统大选之前 打击拜登的声誉 那么所以这个伊凡多维奇 就被川普炒掉了 而现在联邦调查局 突然搜查这个朱利安尼的家 据说就是为了找到朱利安尼 在这方面的犯罪证据 那么朱利安尼犯什么罪呢 现在对朱利安尼的 这个犯罪嫌疑的指控啊 说他这个帮乌克兰政府做说客 但是呢又没有申报 那么这次联邦调查局 突袭朱利安尼 搞的阵仗也很大 朱利安尼会不会因此而被起诉呢 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啊 我想帮大家回忆一下 大家还记得当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前 川普的一个密友 川普的前白宫顾问 班农被高调逮捕这个事情吗 大家还记得这个新闻吗 当时啊逮捕班农的很奇怪 居然是美国邮局的特工 这个新闻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啊 曾经跟大家分享过 大家看到现在班农有被起诉吗 当时逮捕班农 为什么搞这么大阵仗呢 当然是因为2020总统大选当中 要打击川普的声誉 所以逮捕班农之后 表面上看起来 班农好像犯下了滔天罪行 但是到现在逮捕班农 起诉班农这个事情 也就烟消云散了 所以你要是问朱利安尼 会不会因此被这个 美国联邦调查局或者司法部起诉 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我们看这个搜查朱利安尼的 住宅这个细节啊 就很搞笑 那么根据朱利安尼跟他的律师 后来见记者说 朱利安尼讲了这样一个细节 联邦调查局的特工 在搜查他住宅的时候 看到朱利安尼的桌子上 摆了一个电脑的硬盘 于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就问 这是什么 的贪腐证据 你们要不要看一下 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啊 对这个所谓拜登父子的犯罪证据 丝毫没有兴趣 没有去动那个硬盘 所以朱利安尼跟他的律师啊 就在这个记者会上问了几个问题 第一 如果联邦调查局真是想掌握 朱利安尼犯罪的证据的话 是不是应该把朱利安尼 所有的电脑 包括硬盘这种相关的设备 都要带回去检查 因为任何一个硬盘 都很可能有朱利安尼 跟川普犯罪的证据 而朱利安尼说 这个硬盘里边是拜登父子犯罪的证据 联邦调查局连看都没有看 连检查都没有检查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联邦调查局去搜查 朱利安尼的住宅啊 就是做一场秀 给公众看 告诉公众说 这个人很可能涉嫌犯罪 至于这个硬盘里边 有没有朱利安尼犯罪的证据呢 其实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十分清楚 他们这次搜查 不会得到任何结果 第二点呢 就有趣了 为什么朱利安尼要把这个硬盘放在桌子上呢 我觉得这说明朱利安尼早就知道 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要在那天去搜查他的家 所以朱利安尼特意做了个动作 把这个所谓拜登父子犯罪的这个证据 这个硬盘摆在桌子上 因为他知道联邦调查局的特工 就是来搜查他的通讯工具跟电脑设备的 所以他们一定会问这个硬盘 所以一问正好 朱利安尼郑重吓唤 就说这是拜登父子贪腐的证据 你们要不要看一下 所以说这是朱利安尼给联邦调查局特工 故意设下的一个圈套 而这个圈套说明朱利安尼早就知道 联邦调查局特工那天要去搜查他的住宅 其实我们说朱利安尼是个老狐狸 他本身就检察官出身 他当年当检察官的时候 斗倒了纽约的这个黑手党 这样一个人 怎么可能让联邦调查局 这样通过突然的搜查 就掌握到他犯罪的证据 朱利安尼不但知道他们要来 并且故意给他设下了一个陷阱 让公众知道这些人来 根本就不是为了搜查什么犯罪证据 就是为了作秀 并且他们对拜登父子的犯罪证据 丝毫没有兴趣 那么这样的这个突然搜查行动 难道跟政治没有关系吗 这是朱利安尼想向公众透露的信息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讲新闻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上节我们提到了 川普的前市任律师朱利安尼的住宅 突然被联邦调查局搜查了 那么这个搜查很明显 朱利安尼事先知道 并且他给联邦调查局的特工 设了一个圈套 故意摆了一个拜登父子 犯罪证据的这个硬盘 联邦调查局的特工 知道这个硬盘内容之后 连看都没有看就走了 那么如果这个硬盘 真是有朱利安尼犯罪的证据 那么联邦调查局的特工 不是错过了一个重大的机会吗 其实并不会 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搜查 就是做一场政治秀 利用行政权力来打击 自己的政治对手 这是民主党人 经常喜欢做的一件事情 但是在美国社会犯罪率 不断高升的情况下 到底民主党政府 到底拜登政府 有什么办法来制止 这种犯罪不断的上升呢 我们来看最近的数据 美国很多城市的犯罪率 特别是凶杀案的数字 都在上升 我们不能说 正是因为拜登当了美国总统 所以凶杀案的犯案率就上升了 其实这跟去年发生的 黑人的命 也是命的运动有密切的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社会运动发生之后 对警察的权力要不断的限缩 对警察的经费要不断的删减 成了民主党当中 一些极左翼人士的主张 而美国很多城市 确实也删减了警察经费 那么令到美国的警察队伍 有大量的警察辞职 这种情况已经越来越严重了 那么光是去年的数字 是个什么状况呢 在纽约州有5300名警察辞职 而在西雅图 有200多位警察辞职 包括在华盛顿特区 在这个3700名警察当中 就有超过300名警察辞职 大量的警察流失 令到警察在维护法纪的过程当中 严重的人手不足 并且警察的士气低落 所以导致了很多地区的 这个犯罪率不断的上升 一方面是警察大量的辞职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加州政府还释放了 大量的囚犯 之前我们跟大家提过了 加州政府现在准备从监狱里面 释放76000名囚犯 加州政府为什么要释放囚犯呢 很简单 这是因为加州的财政出现了赤字 加州再也没有钱去关这些囚犯的 因为在加州关一个囚犯的成本 非常高 他比一个白领阶级的这个收入还要高 所以加州政府在犯罪率 不断上升的情况下 不是想办法去这个遏止犯罪 不是想办法去打击犯罪 他们只是采取了一种被动的方式 监狱的人太多了就放出来 这些人再犯案再关进去 然后再把其他人放出来 这种恶性循环呢 不但在我们加州 在纽约州 在美国很多民主党人主政的州 都出现这种恶性循环 那么现在全美国的这个治安形势 恶化到什么程度呢 在纽约等七个城市 因为删减了警察的经费 他们的这个凶杀案的增长 已经达到了68% 那么哪怕是在华盛顿特区 在美利坚合众国的首都 凶杀案也上升了35% 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治安环境 那么在加州释放了7万多名囚犯州 我想每一位听众 大家应该有心理准备 加州的治安环境还会恶化 除了释放囚犯 除了不断的减警察的经费之外 其实民主党人控制的州 乃至联邦 还有其他的一些措施 还有其他的一些法律 也会令到这个犯罪率不断的上升 比如说我们加州 已经通过了大麻合法化 而在美国国会呢 民主党人也在推动 在整个联邦的范围之内 大麻要合法化 很多民主党人 很多所谓的健康专家 很多所谓的医疗专家 都告诉我们说 其实啊 吸大麻的这个危害 要比抽烟喝酒低得多 所以大麻合法化呢 可以令到很多 原来因为大麻问题 被定为犯罪的人士呢 可以面临被这个刑事犯罪起诉 我们讲这个逻辑啊 真是一个很奇怪的逻辑 民主党人认为啊 为什么我们的监狱 会关了这么多人呢 因为很多人因为贩卖大麻 而被这个刑事起诉 所以他们被关进去了 怎么解决这问题呢 我们把大麻除罪化 这些人就可以被放出来了 我们说大麻不是一个犯罪行为 我们就可以减少监狱里面囚犯了 但是大麻会给社会 带来负面影响吗 大麻会令到犯罪率上升吗 我个人觉得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关于大麻对人对社会的危害性啊 过去我们在节目里面 已经讲了很多了 今天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个 刚刚发生的例子 这个例子没有发生在美国 发生在法国 而这个法国的例子呢 已经导致法国人 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 都觉得愤怒了 这个案例是什么呢 在法国发生了一起杀人案 一位来自中东或者北非的难民 在吸食大麻之后 闯进了一个65岁的犹太妇人家里面 他把这个妇人殴打辱骂之后 把这个妇人从窗口推了出去 导致这个妇人死亡 那么这个案件呢 我们要看当中的几个要点 第一个 这个嫌犯是来自中东跟北非的难民 第二个呢 这个受害者是一个犹太教的一个妇人 第三呢 这个人在吸食大麻之后 闯进这个妇人家里犯案的 所以我们很明显看到这个案件 首先他有严重的种族犯罪的嫌疑 第二 是因为吸食大麻之后 导致了这个人的犯罪 而法国的法院是怎么判的呢 法国的法院判决说 这个人在吸食大麻之后 产生了精神错乱 所以他对这个杀人案件不需要负责 一句话 这个人无罪被释放了 而更加令人发指的是 这个案件在地方法院审理的时候 这个嫌犯就已经没有罪了 一直上诉到 法国的最高法院判决结果 还是一样 这个杀人的嫌犯没有罪 那么在这个抗议活动当中 很多民众指出说 今天你在法国如果喝醉酒 到一个人家里 把他们的家的狗跟猫扔到楼下摔死了 你会因为这个被刑事启注 你会因为这个被关进监狱里面去 但是杀人却无罪 因为他是吸食了大麻之后 所以无罪 看到这个案件 修杰想问那些说 大麻对人体无害 大麻对人的健康 不会有重大伤害的那些所谓的专家 那些所谓的民选官员 大麻对人真是有害吗 以我个人的认知 大麻对人是有害的 因为在人在吸食大麻之后 很简单会产生幻觉 如果一个人在吸食某样东西 或者在身体摄取某样东西之后 会产生幻觉 这对人体是没有伤害的吗 更不要说这种幻觉 会导致刑事犯罪的发生 所以今天我们看 在美国拜登上台之后 我们看到拜登所推行的政策 美国社会未来会更加安全呢 还是会更加危险呢 我们不妨来看看 现在民主党政府的这个政策的逻辑 首先警察都是坏人 警察是美国有系统性种族歧视的一个表现 那么所以要限缩警察的经费 要减少警察的人数 这样美国就不会有种族歧视了 在限缩警察的经费 在减少警察的人数的时候 美国又接收了大量的难民 现在拜登政府 已经把接收难民的这个人数 提高了400% 今后可能会有大量 来自中东跟北非的难民进入美国 而这些难民当中 会有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吗 有一天我们会在街上 看见一个人一面喊真主伟大 一面拿刀砍人吗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那么再有就是把毒品合法化 毒品合法化之后 在美国如果吸食大麻成了一种正常的行为 那么我们要问 吸食大麻之后 某人产生了幻觉 从而犯下了刑事罪行 那么他会被起诉吗 如果他不被起诉的话 未来任何一个刑事犯罪的凶徒 他都可以以吸食大麻 作为一个脱罪的理由 美国社会还会更加安定呢 更不要说 现在在边境出现了大量的非法移民 这些非法移民进入美国之后 美国的社会治安会更加好吗 所以如果你认为民主党这个政策是对的 如果你认为民主党是个好的政党的话 那么你就享受这些政策 给社会环境带来的变化吧 今天我们每天打开媒体 都可以看到很多针对亚裔的暴力袭击 那么这些针对亚裔的暴力袭击 其实只是社会治安环境恶化的 其中一个表现 那么今后美国社会 在拜登政策的推动之下 治安环境 我想肯定不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 生活在美国 生活在加州的民众 更加要学会保护自己 毕竟拜登已经是美国总统了 并且这个任期 最少还有三年多的时间 这三年多的时间 美国社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我想我们首先要了解 然后我们才知道如何的应对 所以了解美国的新闻 了解美国的时事 对我们生活在美国的每一个亚裔 都很重要 好了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明天同样时间 我们继续跟大家讲新闻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坡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坡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 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欢迎大家订阅